你參加生得甲群 你是等我給父母牽過剛好而已 董主席 董主席 你這個人家 拼得 你和我說國際事 和我說台灣的公共事務 這件事是這樣 我在這裡又心中 不管你是什麼人 敬方公有在辦 這兵不是人那麼大 今天在節目中無論什麼人 包括王世賢 肖定 剛才為公眾事務出來發言 這些人不可能受聯合行事的恐慌 我要跟你說 剛才出來說公眾事務 捍衛市府和公衣 我早上早晚一定三張請求 會跟公罵報告 這兵頂是四公子出門的 沒在跟你聖經聽 自己出來跟公眾事務收聽 就是這樣而已 不理會 如果你是說人為 我的言論你有問題 你聽不懂 你隨時可以來 我在服務處都坐在大門口 海岸路三段二十號 你可以去看看 我只要在服務處 我就坐在大門口 這兵沒有坐在辦公室的 這兵隨時都跟這些 大家在交通 大家在交通 你平坦聽好 你如果要公公對那些人去培養 我早就說過 在這個節目中我們也有說過 民進黨已經啟動 離空離空的 尚殺的模式 他們已經進入台選了 他就是因進美國了 這輩子美國不管是 行情增減對台灣要夾過 他現在對中國 大陸 提起到這個挑釁的行為 我也要跟北京當局說 你們現在 只有這個 背負中山這種動作 是在把插英文提交差費 在把插英文加分 他本來民調倒在 把插英文提交給北方 現在算來普通北方 讓你這兩隻背過來 現在出營了 已經出營了 你看沉落先到就沒辦法 當時這條大海中山 揚下去的時候 不是在當大陸 是在當台灣國民黨 要反共大陸 在當國民黨 不能反共大陸 你如果超過大海中山 可能美國就不會出兵 是這樣 世界哪有這條 日本哪不是每天在這裡 他的郵輪也在這裡 韓國也在這裡 世界多少最準對這裡 你還會去 你最三飛彈 打不到 市隊配合去 那一天我剛才在前面 剛好兩隻飛機 剛才在那裡 我沒有萬一點前出完 反正那裡就去撞到我 我剛才在當局 多少飛輪在這裡通行 叫做自由行行 我們也知道 民進黨現在執政 內政現在腐敗 民不聊生 大家要兵 所以他會形成這個陷中求生 照美國來挑起到 中美之間 他們的矛盾 做成這個矛盾 他們的矛盾 先把特派這裡叫回來 包括六千塊的假初選 包括現在特派這裡 包括一邊一國這裡 是不是都出來了 明明就是這樣 所以我幫你請 你不是說台灣道 你很勇敢 他如果這樣 背過中山 新衛三軍的通水 我支持你 跟他打下來 沒有那個靈力 有那個靈力 不管 你拿四千多億 去美國買那六十隻 補充 不給別人二十幾億 不給我們六十幾億 那是什麼意思 這還不銷還不算 原來就是 因為這樣 所以美國要出兩隻 戰艦來這裡 走兩座 來跟我們收聽就對了 這樣叫收聽 他超美的人家說 跟大陸人人 原家是我們去挽他 他跟美國還跟我們說 沒有喔 如果要挽是台灣要自己挽 我們是沒有出兵跟你挽 分析這樣是得一筆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叫這個來做茶會 開始點火 把這些獨牌點出來 這裡我又跟你說 你說這是獨牌的人嗎 這邊就是獨牌的那些好朋友 我現在看到 我剛才看到 景峰那些路線大 包括那些 有沒有一個議員的後圓會 沒有一個立委的後圓會 四五個朋友 我如果在那些八點獨牌 在我學部室頭前 放入音大 又搶聲 這裡我都會把你連結起來 隨時來沒關係 門的跟母的水材你講 怎麼都沒關係 不用強迫 蓋這邊的不用強迫 對人民對面 不用就這樣 你如果獨牌很勇敢就對了 你去找我們兒子死就對了 圓圓的 你腳底抹火油酸 你倒一個家 可以像我們這樣愛台灣 像說愛台灣 我檢驗一下你就愛台幣 比起你幾百年要不說清楚 你會出來拖拖拖拖 你只說民進黨 大家都有拿你的錢 叫你女兒出來說 拿多少你也不說 小要不說清楚 幾個台灣讓你母到農家算帖 現在又出來找到 也沒關係 你如果這麼勇敢在台灣動立 我給你問說 不然請到了 台灣動立要犧牲幾十萬人 你有算過嗎 廟房如果啟動戰術 你準備要犧牲多少人 你都沒辦法回答 面對台灣和大陸 如果萬一發生衝突 你沒辦法用外交的手段 沒辦法用丹蓬的手段 沒辦法用和平和解的手段 鼓勵你揣他們問 去跟人說 坐下來說我也要支持你 你們都不 只要抄襟人家鋼 把人家撲一撲跳 你們現在抄襲這個政治利益 這樣就有政治利益 台灣人這樣就讓你們騙去 這樣彎了 打死一個吃龍街 台灣就可以賭飲 敢是這樣 隨時做你來 我相信警方的辦案領域 台灣的民主法庭要捍衛 旁邊不敢抓 沒關係 但是我相信大集中你一定敢抓 抓得住抓不住 你抓不住我自己會去抓 我現在跟台南市警察局 應該在這裡就開始了 他有影片應該是滿容易 你如果抓不住我會抓 我抓給你們看 我跟你說 你還不知道什麼人 你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 你最近除了海峽中線的談話之外 另外還有你去法院控告陳水扁的助選行為 這兩件事情會有關係嗎 一定有 因為第一 他們輸不去 他們已經知道了 民進黨執政 他不會說這次是大壞 尤其我在麻島經年有兩例 會撲上我是贏 這實在說 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當時算到最後很危機的時候 兩千塊連線 兩禮拜了結就對了 每一日都是在 蔡茨家廟門口 每天走 他選比好選人更清楚 更認真 但他們知道不會過 唯一在麻島區 咖哩 安定 新七 選法 才有相當影響力 就是我們阿扁正總統 阿扁他要出手之前 他也輸可很多 所以包括 但是這過期的社群到後面 他決定要出手 你跟我說你裡面沒有 得射的高娩嗎 動選那一面 嫁等你 來生到水 說什麼 燈水病白痴 呼選優功 要積極得射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今天才會去告他 是違反選罰法 不管 燈水病在這裡 他有影響 那是他的事 所以我認為他說 輸我輸了 軍主保守三年 他不會 他說你怎麼不告動選不好 我說不必 選過蘇 人家用奧布你輸 剛才就是輸了 但是 民主法庭的範圍 你一個 補我 一個假設 補我 就意的 受刑人 可以出來 參與政治多年嗎 完全不行 你是 認真 說他出來 呼選優功 所以要有沒有人 去抵擦 正經政院聚的任務 他出來以來輸 lock 所有的抗屁 不斷在當作 在另外那兩幾代 這樣不至於你一直當作 所有的忙碌 一直傳 比說鄉親一定 民進黨成為一高階 還會把候選人 搖到去 放在擺盤 放在選團 這樣台灣法庭 這個民主像這種法庭 台灣的民主價值完全飛 台灣的民主價值飛 要用什麼對付大陸 要用什麼合大陸計較 我請問各位事大 所以我會去擔心 當然一個二個 現在說了 這一段說了的時候 台海中山說了 是王朝有先在隔壁台下的 說這個 敵五不分 後來韓國昌 後來他們還在隔壁台下 後來萬軍還在隔壁台下 整個大陸計較跟我來 我就跟你說過 這邊沒有在跟你信 條件告對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今天你因美國的力量和大陸 挑起這個紛爭 你是為了要政治利益 萬一七千糟會就對了 最多的是我們這些台灣人 這些年輕人 我幫你拿出來拿出來 賣獨立很簡單 比較勇敢 不然你背過來打下來 不敢打下來 就不能等到超美人 坐下來用理性的對談 理性的交流 大家看要怎麼維持台灣的尊嚴 不是我講的尊嚴 也不是你們講的尊嚴 台灣人 有地匯去面對這個困局 你們沒有要拿出 只是一味陷 他好無敗 民主知道對方好 我又敢陪他無敗 你們就做狗子 這就是這件事發生的結論 所以我相信 警方的辦案能力 應該今天 會有一個結論更正 哦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